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起认识下理论的提出者克朗伯兹 约翰·克朗伯兹当今美国生涯咨询理论界当之无愧的领导者 在1979年他提出了社会学习生涯理论 强调过去在技能 兴趣 信念 价值 工作习惯与个人素质方面的学习经验对职业选择的重要性 1999年他开始重视计划外的事 提出偶发事件学习理论 开始用生涯行动代替生涯规划的说法 他认为规划是动态的 并非一次性完成的 需要不断的评估和修订 所以找工作不妨先行动再计划 我们来讲一下职业决策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原本是由班杜拉所创的 主要强调的是个人的学习经验 对人格的形成和行为方式的影响 克朗伯兹在对个人职业决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将这一理论引用到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领域 并把影响职业选择的因素归纳为四个方面 遗传因子与特殊能力 包括身体素质 音乐天赋和艺术能力等 环境情况与特殊事件 包括技术的进步 社会环境变化和家庭状况的变动等因素 学习经验 包括个体在行为 认知 学习和观察学习的过程中 获得的经验 工作取向技能 包括个体的工作目标 职业价值观 也就是应对工作的方式 以及情绪的反应和表达方式 受到社会学习理论的启发 克朗伯兹提出并逐步建立起职业决策的完整模式 他将职业决策划分为七个步骤 第一 界定问题 认识自我并理清自己的需求 分析个人的优势与不足 在此基础上 制定出明确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时间表 第二 拟定行动计划 在明确自身需求的基础上 思考并拟定行动计划 第三 找到可能的选择 搜集资料 列出可能实现目标的各种行动方案 拟定达成目标的方法和途径 第四 理清价值取向 就是整理并弄清楚个人的选择标准 将自己的实际需要作为衡量方案的依据 第五 评价各种可能的选择 依据自己的选择标准和评分标准 逐一评价各种可能的选择 找出可能的结果 第六 系统的删除 有根据系统的删除不适合的方案 挑选最合适的选择 第七 是开始行动 开始执行选定的行动方案 并对自身进行经营和管理 随着对社会学习理论的研究 克朗波兹开始注意到 在进行职业决策的过程中 个人可能会面临诸多的问题与困难 它将其总结为五种类型 分别是 人们在辨认已有或可解决的问题上 存在问题 人们不努力做决策或想办法解决问题 由于错误的原因 人们可能会将潜在或满意的选择方案排除 由于错误的原因 人们可能会选择较差的方案 在感到没有能力达到目标时 可能会使人饱受焦虑和痛苦 在进行职业决策时 我们需要重视以上困难 特别是克服不努力做决策 和不积极解决问题的困难 只有勇于面对 通过自身的努力寻求解决方法 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和出路 职业决策社会学习论 主要侧重于研究社会因素 和遗传因素对个人决策的影响 同时指出在做决策时 不仅要明确个人目标 而且要考虑个人的兴趣和能力等因素 该理论还特别强调 学习的重要性和经验 对职业选择的影响 把职业决策设为一种可学习的技能 主张职业决策能力 是可以通过教育和职业辅导课程 加以引导和提升的 克朗伯兹在职业决策社会学习理论的 成长和发展过程中 较为全面地将职业生涯 规划过程中涉及的影响因素 决策方式和面临的困难类型 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这便为我们生涯规划的评估和维护 指明了方向